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两场 可能有争议啊 争议就争议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别人喷我 可能别人不理解 因为我是个主播 专门保存了一下 因为我是个主播 所以更要以身作则 给大家看下这几局 这两局都是谋曹 皮特要对比一下 这局有很多失误 不要再去说你这局有失误 不应该放啥的 再喷我啥 找失误啥的 说了有失误 我这局不是说为了让你们看失误的 让你看下这我的思维是什么 我的理想是什么 理念是什么 这一局里面 看下这局会尽量用最快的速度 你们可以看错很多时候用错技能啊 比如说咱们就不说 禁为选择杨标 注意看杨标嘴牌 说他是自己人啊 正常的话 先限制大桥 废他技能啊 直接打一下火攻一下杨标 送他牌一会儿搞他 然后这个时候他说真种 珍珠说开个AOE 堵他这个傻子还要去卖血 卖血还是酒杀索他的技能 那这个大桥可能要被乐 乐就乐没办法 远远黄中无所谓啊 直接酒杀一下 这里面说一些 别救 这里面说一下 有人说你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去杀人 对不对 他都说忠诚了 杨标我没啥威胁 你觉得 第一我没刷摔黑点 他如果是反贼 对我来说有一定风险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谁他妈告诉你 杨标给我潮皮当中的 我说过的 我曹皮需要什么样东西 有人说我没武将怎么了 没武将是走人呗 对不对 浪费我第一回合输出干嘛 就这么说 他就是忠诚我也要杀他 让这种以后选忠诚杨标的人少一些 有人说那忠诚一定不能 杨标一定不能忠诚吗 我要是袁绍你当然可以啊 但是我说曹皮你不给我选武国 场上没有一个魏国 那选个杨标是不是过分了 咱们看看是什么样的人啊 首先这局咱们先看看习大神 远为黄中不在乎 他人刷下去让我死就行了 近月的花曼就算有人说他杀不到你 这个除了回合外以外 因为我俩距离太近了 他决斗都决斗不了我的 明白其他锦囊啥的 唯一怕就是大乔啊 这局能赢是因为我运气好 不代表说是那啥 是个忠诚吧 看下了吧 是个忠诚了吧 是不是 这是大将军够蠢不 选将不会选啊 但是要拆一下大乔 是不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该放弃了 场上没有魏国 你还杀了个忠诚 对不对 所以这把输了吧 输个锤子赢了 而且我不想赢了 我想让这个杨标一块输的 我赢了反而很恶心啊 人说为啥非人可以给听你的选将 为啥 我没有说非给让他听我的 你自己不会选将 坑了你的队友 浪费你主攻第一回输出 不会选魏国吗 报信跳了个反贼 直接砸了自己 不太理解人报信他干什么 蠢的一批啊 大乔乐我很麻烦啊 你要是这局的话 给你们剧透一下了 免得我就是说我添过了好几次 所以我才赢了的 这个时候我不理解为啥他不乐黄中 敬畏黄中 他可能觉得黄中杀他可能转移给伤害吧 转移给报信 报信也是队友呀 不理解 完全不理解 好自信 然后黄中 然后黄中直接杀了个马超 马超杀了一下 直接摆烂 看下他们说的话 咱们就不多说了 剩下这局就是表演了 花曼有决斗 直接跳了个忠臣 直接打报信 当时那个时候 我内心觉得 直播没说 这时候 内心觉得花曼真有可能是个反贼 因为开局没给酒 对不对 很有可能是个反贼 天过 第一次天过 能赢是因为天过 不是因为杀了个忠臣 就一定输 这把本来就输了的了 顺一些乐 既然人家帮你了 顺一些乐 决斗一下 正常的话 我来说一下 如果这是我真的需要他了 对吧 其实我也不在 因为我怕他有AK的 正常来说的话 我连乐都是顺他手牌的会 只是为了让他 分担一些火力 过一些牌 寒冰一下他的手牌 废一下他的技能 杀不要留 因为有报信在 你杀留太多的话 一会儿再搞你 明白了 把寒冰搞掉的话 只要有技 把他盾拿走 我没有相信留赞 我给他顺个乐 已经算知恩图报了 对不对 很知恩图报 很多人不爱知恩图报了 没有相信过 他俩谁我都不信 知道我只相信自己 所以说给我当曹皮 当忠诚的话 记住不要留杀 往这边那些 永远考虑所有人都亏着你的屏 对吧 浪费摆穿黑一张杀 结果人家裸摸一张真乐 真是有点运气 人家也有运气 不错 我再说一句这个杨标 就是说 如果我就明把告诉你 就是忠诚 我透视眼 我要杀你 为了以后再给 让这些人少一些 让选择一种杨标 给什么曹皮人当主公臣 少一些 因为我是主播 但凡我今天不是直播的话 我可能都不会杀你 但是我直播让别人看见 我就要杀你 明白了吧 这时候报信直接搞他 对吧 这应该是不会玩的 报信 这报信 看样子 这局剩下的话 刚才的游战 是不是由刚刚借刀 有可能是个内奸 但是你为啥要无谢 在这个时候我直播说了 这个黄中很有可能 是没有距离 想要顺我的距离 比如说那你无谢干嘛 我说过谁也不信 你凭什么顺我距离 咱把那挨打去 当我把子 我一个人玩这游戏就行了 当时还有个人说 你孤狼对吧 孤狼 对就是这样的 杀他一些 刘战没有AK 有AK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这是唯一的机会 最后有AK的话 清场说不定能打过我 如果没有AK 这局游戏结束我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我现在 场上没有卫国 我缺标记 很缺的 黄中帮我信 嘲讽就够了 看黄中 每次竟捣乱 手上留个杀 每次砸我 让我信搞你 你不留个杀 你要但凡留个杀 你更麻烦 三次填过 冰填过 乐填过 这把能赢是因为填过 这时候直接拆桥 这时候注意一下 有人说肯定有些萌新 我最喜欢萌新的问题 不拆盾 为什么拆减一马 因为你又是杀暴信 又是杀他的情况 如果你要杀留赞的时候 因为他拆了减一马 暴信上加一马 是给不了牌的 了解吧 这最基础的 暴信一直不断闪 运气不错的 暴信 我现在很缺标记 你看这留赞 好过分 不信我就别赢 妈的我头一次玩 曹皮被内奸威胁 大哥你已经输了 你为啥这么嚣张呢 不是为啥这些蠢货 玩个弱将还要那么嚣张啊 你已经输了宝贝 你自己要打工 没有AK直接死的 他信你 我信你个锤子 信你 我连黄中都不信 我信你 杨标开局都说自己嘴牌是忠诚的 我信你 我这些人为啥总 不是这些人是疯了吗 我理解不了 他们为啥会觉得我 我这么说 你有嫌疑我怀疑 你没有嫌疑创造嫌疑怀疑 你怎么会觉得我 信你 这些人好蠢 一直不断闪 运气不错 加油 不错 有AK们 咱们故意掉一滴血啊 咱们需要点标记啊 初杀啊 防止被他报信走自己啊 还不错 走到了 这时候话 报信放弃了 游戏结束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第一个失误 费什么基本牌啊 对不对 标记其实好像够了 当时我记得 标记好像不够是吧 还是咋了 标记不够先用啊 对不对 不应该费基本牌的 直接就可以 这局可以杀他 连环就可以 这局本来可以连环火杀 结束的 这失误啊 这很大的失误 当时可能是给别人讲东西吧 这失误很大的 好蠢的 这局不应该放 我只是让大家看这个杨标 知道不 甚至还有一些搞笑的局 我牟草皮主公 他选个魏国文秧 宋威了 哎呀 讨厌 对吧 好蠢的 火杀 因为咱们标记不够 要不先锁技能再火杀 像这个基本的话 是因为没标记的 让他使用基本啊 掉血啊 掉血 要不咱们标记不够 谢谢你送我标记 为啥咱们这些人 AK没了是不 两滴血 运气不错 居然两滴血 游戏结束了 这打了半天 这次跑了 这蠢货啊 好像没玩过游戏一样的 就杀了 结束啊 这一局的话只是个对比局啊 知道为啥玩游戏不考虑任何人的 你们玩这个游戏不要带入任何的个人感情 知道吗 尤其我玩牟草皮手 为啥说牟草皮很适合我 比较极度自私自利 只考虑自己 独狼 你只忠诚只需要给我选好辅助 选好魏国 给我留好无邪 留好桃子 在旁边看好 给我补好刀就可以了 剩下交给我 如果打输的话是我的问题 不是你们的问题 记住像这一局搞笑的 继续 我不理解为啥那些人好奇怪 开局看 有马军有神寻玉 有文秧 看见了吗 是不是三个人 开局是宋威文秧 禁卫选个文秧干嘛 我需要 我魔草皮只需要一个魏国的辅助 神寻玉 如果没有文秧 我可能是弄神寻玉 马军神寻玉我都不信的 你选的将太强了 宋威直接托管了 然后直接托管 跳甩反对身份 大哥你要干什么 为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别人所有人都是傻子 选个魏国文秧就能骗到人 这大将军总感觉这些人好傻 不知道为什么 这局的话 反贼这是貂蝉还是个反贼 直接废议的吕布 人说吕布你不要废议 万一吕布刷个AOE 对你来说是有影响的 明白了吗 对你来说有影响的 人说那其他的 神寻玉不怕 前卫神寻玉不怕 后卫马军怕 把后卫马军赚出来 AK也秒不掉 我不怕 知道吧 元卫徐胜怕 不怕 可能玩徐胜 连距地都没有了 知道吧 不要掉血啊 前期 神寻玉直接杀一个废乐的文秧 可以 反选一个魏 他想装呗 这报信还在问呢 因为他想装身份呗 不知道谁教的 对吧 这把不意外之喜啊 结果报信杀一个魏国的马军 我不理解了 很奇怪 然后这时候他马军立功啊 刷了把AK啊 然后那个谁 这把唯一让我震惊的 就是说唯一打到我伤害 就一个徐胜 结果马军真是忠诚啊 不管是你的内奸还是忠诚 游戏已经结束了 没有下回合了 已经结束了 这个时候我问你该限制谁 报信有威胁 现在装了个身份有可能 我没有信过报信啊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斧子 一个距离 对吧 第一个距离 第二的话威胁最大是谁 神寻玉还神吕布 还点跳反 不用管他 骑正给那谁送点牌 无所谓 但是 但是 故意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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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神寻玉 现在属于你威胁最大 其他人都无所谓 连距离都没有 让神寻玉只能使用装备 这就是所有人 你选卫国 不选卫国 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你对我产生威胁了 才是最重要的 明白了 万一神寻玉是内奸 有可能没 对不对 直接杀了马军空城的 有机会没 对不对 我现在谁也不信 只信马军 有人说以为还信马军了 马军即使是让我 我说把我听 马军即使是装的 他最后一打 只要把牌给我 他也打不过我 而且我不会亲自动手杀人的 明白吧 这局马军还在独促我呢 还在说我太磨叽 对吧 我永远不会动手杀人的 然后吕布没有刷AOE 确定了 他基本结束了 这时候的话 我谁也不信 依旧谁也不信 先费神寻玉技能 因为这两个都跳中了 不排除这两个有个内奸 尤其报信 他还狼过马军 记得吧 所以说先把他装备 全拆光啊 但是不会亲自动手杀人的 是吧 不是先限制上装备 装备全拆光去了 先骑正 有人说你为啥要骑正他 手上是不是藏AK的吗 准备开个大招 万一有蠢货 永远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队友 那些蠢货也要考进去 万一给他 狼洗一下 给他打出暴怒标记 他群体掉血 然后AK瞄我 有没有可能 有的吧 所以说没必要管这个事 齐正拿空啊 这个时候啊 再试一下身份 他血量有点高了 因为毕竟他我也不信的 给我个张无蟹啊 齐正借下的刀 让他杀一下他 结果他不杀 寒冰一下 亲自不动手杀 也不送暴怒标记 知道吧 AK扔掉 一个马军 你当然看不懂我的操作 你要看得懂的话 他好了 这不 预见预判到傻子了吧 是不是有傻子 是不是忍不住了 但凡他妈内奸有个桃 他在战士内奸 有个桃救活 直接开大招了 不过我已经把他AK清过 开大招也杀不死我 对吧 直接给我牌就稳赢的 对吧 直接给我牌就是稳赢 结果你看马军 现在又开始不给我牌了 他相信报信了 我说的除了你 现在我谁也不相信的 知道不 结果 那我问你下回合 限制技能 限制谁 限制报信 知道不 谁都不要信的 记住 这就是比较蠢的一个人 玩的局 那说明玩的局比较少 不叫蠢 限制他的技能 他当然看不懂 因为他的牌都是一般的 他秒不掉这两个人 过点牌就行 对于他来说 他扔个蛋 对不对 不用管他 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 是不是说你弄错了 咱是骂人呢 我问你 是不是托管神秘 跳内了 很多人是不是这么觉得 直播时候也说 是不是托管神秘 跳内了 托管就没有见过装身份的时候 没见过吧 有会让你见一见 还相信托管 直接杀一下 最好杀死 结果是个忠臣 对吧 没办法 谁让你主 你要是忠臣 为啥不给我呢 你俩我现在都怀疑 你现在除非一直给我牌 但是我也不会亲自动手杀人 我会把他装备全拆光 明白了吧 废他的技能 才好用奇政对他使用 奇政的话 反无懈 然后把他那个啥 砸一滴血 顺着拆掉那个牌 我这手韩冰啊 韩冰他的手牌 不是要杀他 注意我不是要 韩冰他的 这个时候 马军只需要去砍死 就可以 我不需要杀他 结果裸摸一个乐 过分了 运气不错 这牌 继续给我牌 对吧 继续给我牌 奇政相生还留手里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名奇政相生在手里 不相信他的 奇政相生留手里 不知道他在想啥 继续不动手 奇政拿他的牌 不动啊 不动手 注意我没有动手 这个时候也可以奇政 拿他加一码顺他 老师 看自己情况了 这又一张乐 罗摸两次乐 运气不错啊 你是真磨叽 对于他来说 自己玩看托管了吧 行 你托管也行 托管还是让你 自然会打 对于他来说的话 一局游戏就这心态 压到一滴血冰凉了 然后这时候 他只要有一张杀就能解决了 没问题吧 决斗奇政看 马军奇政对我使用神寻玉 是不是刚刚打了一堆人 又觉得神寻玉是内奸 哎呀完了 怎么开始马军又跳内了 是不是 不要去相信任何人 你自己去赢就行了 这里再说个题外话 就算这一局 我直接杀了神寻玉 我掉牌 或者杀了马军 直接掉牌了 剩下另外一个人 我依旧他打不赢我的 明白 他依旧打不赢我 可以留送 留送 直接被秒限制他另外一个人就可以 但是你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记住 就是这个主攻足够强 所以才这么打的 如果这主攻不够强的话 也要这么打 明白吗 这个主攻足够强的话 你明明可以 即使杀错人了 他掉牌了 咱们全掉了 把技能一废 或者说让他只使用某些 只使用装备牌 咱们就到自己回合一都起飞 对不对 但是一定要会玩 如果你不是这么强的主攻 差爷的手牌还明显 依旧不打 谁也不信 记住 因为两个人都对你使用过牌 咱们看一看最终谁是那个内奸 继续不惯 咱们血慢慢起来了 已经 谁也打不赢 咱们随便去浪也可以 但不要去浪 八滴血随便打 结果他就是忠臣 来解释一下 托管忠臣为啥起证你 对吧 你还敢相信吗 不敢吗 杀神虚也稳赢了 已经稳赢了 拖牌就行了 拆光 杀一刀截着内筛一刀 是不是很简单就赢了 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没有这个耐心 没必要去来跟别人玩这个游戏 来至尊场 更适合你的局势 可能是兜地主可能适合你 因为节奏快 想要 我 不可怕 是的 我 我 老板 我